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会让赵新在母亲期待了八年的婚礼当天 再次消失 小子 来来来 小子 我能让你帮我个忙吗 赵三斤 你不会让我帮你抄吧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我是你爹 你得管我叫我爹 再说了 我也不能让你白干 零用钱 保罚户 哎 你个臭小子 你给我回来 臭小子 再来我这一项啊 这一颗就女年轻 来来来来 吃副银子 来来来来 吃副银子 来来来来 帮我一项 来来来来 帮我一项 小赵甲弟不知道 是不是这句暴发户 让父亲生了气 才会让赵新 在母亲期待了八年的婚礼当天 再次消失 但一生为人清白正直的赵珊虎知道 他们赵甲对儿媳赵商红的亏欠 恐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那天多难看啊 就是 酒席都买了 我说了 甲弟 孩子 甲弟 我让你道歉 甲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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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得了了 这孩子 甲弟 给 你进来吧 到这儿了 妈 对不起 甲弟 甲弟 妈不是怪你 但是你以后 可不能这样了 嗯 你要记住一句话 每逢大事 有静气 我知道了 妈 每逢大事 有静气 都没有人 没有人 对不起 你 他不想让你